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週末精選數據華利茲 在今週末,歐洲各大豪門將有好戲上演 其中西甲將上演馬德里打比戰 以下就為大家送上西甲的一場精選數據給大家參考 12月13日星期一深夜4時 皇家馬德里會對馬德里體育會 在球員方面,兩隊輪換各有不同 週中的歐冠聯小組賽來到尾輪 皇馬對主力的陣容進行了大幅度輪換 令小雙再生的賓心馬得到充足休息 並且基本上可以確定可以參加今次馬德里的打比戰 而馬體會以絕大部分主力出戰波濤 雖然最終如願獲勝 但亦付出蘇瓦雷斯受傷的代價 烏拉圭射手基本上無緣 出戰對皇馬這場比賽 而皇馬方面 他想終止這個冠軍懸念 目前皇馬在多賽一場的情況下 領先第2的西維爾8分 領先金將對手馬體會10分 現在 如果金將能夠全取3分的話 相信今季的西甲冠軍將有很大可能落入皇馬的手上 皇馬最近8輪聯賽豪取7勝1和 反觀馬體會 上輪西甲輸了給中下又對5馬略卡 狀態更好的皇馬金將有很大希望 能夠深上事成 而打比戰方面 皇馬更佔優勢 在兩對過去10次的西甲交風中 皇馬未輸過 即使上賽季馬體會是奪冠 但皇馬在馬德里的打比戰中 取得1勝1和 在戰果預測方面 估計皇家馬德里會2比1 贏馬德里體育會 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給朋友觀看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 SYG